美国密集跟大学这个周末举行毕业典礼 没想到台下却蓄声大作 打断海军部长的字词 示威学生带着头巾 手举巴勒斯坦旗帜与标语 大闹这场上万人参与的弊点 警察走向示威者旁边参与弊点的学生 也跟着起哄 台上的海军部长略显尴尬 做出缓和冲突的发言 这些示威者被几十名警察迅速请离场 没有导致典礼延误 抗议和平落幕 不过密集跟大学前一晚还发生这一幕 脚踏车被高举在天空 警方在密西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外驱赶示威者 双方扭打尖叫不断 多人被逮捕 在维吉尼亚大学周六也出现警方暴力驱离 示威营地 维吉尼亚州警方拆除帐篷 逮捕约二十五名示威者 校方在当地时间下午四点 宣布校园恢复稳定状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